据媒体报道 好莱坞男星布拉德·皮特和安吉莉娜朱莉 本月惊爆离婚引发众多谜团 日前传出朱莉受购皮特酗酒习惯 更有媒体爆出一家人本月中搭机时 皮特疑似喝了烂醉还对养子动手 29号外国媒体指出 皮特主动要求咽尿 想自清绝无酗酒习惯 皮特近日深陷酗酒虐儿风波 还引来FBI与美国儿童及家庭福利部调查 引来皮特亲友不满 爆料直指朱莉抹黑 相关人士并指出 皮特近日相当配合调查 当局虽没要求咽尿 但他却主动提出要求 希望证明绝无外传的吸毒和酗酒恶习 有媒体报道 皮特朱莉夫妻虽在好莱坞坐拥千坪豪宅 但离婚前两人早已形同陌路 犹如室友 让皮特觉得寂寞 拍摄电影《五秒钟的沉默》时 常出外找老友诉苦 将家丑外扬 埋下朱莉对他不满的导火线 再次拍摄电影《五秒钟的沉默》时 拍摄电影《五秒钟的沉默》时